近日,中国四大家族之一魏家的一名成员竟然在新加坡落网,这个曾经号称金融帝国的家族,一直以来都是商界的巨头,但如今却深陷风波之中,随着魏家成员的被捕,一场涉及数以百万计人的缅北电炸案终于要落下帷幕,这起电炸案件引起了整个亚洲地区的关注,而人们纷纷猜测这次落网的成员是否揭开了一个更庞大的网络犯罪集团的面纱, 那么,魏家成员的被捕是否意味着真相即将大白于天下,这起案件背后的故事将如何展开,引起了世人的无尽好奇,跨国时间感知历史的温度,这里是妙文史,欢迎订阅观看,近日,一起涉及跨国电信诈骗案的重要进展引起了广泛关注,据报道,缅甸北部一电炸团伙的重要成员,在新加坡被当地警方顺利抓获,为打击网络犯罪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缅北电炸团伙是多年来一直困扰东南亚地区的重要黑灰产业链之一,通过伪装成银行或政府机构,他们利用技术手段和社交工程手法,对全球各地的受害者进行电信诈骗,窃取财产。 这种电信诈骗案件不仅涉及巨额资金的流失,还对个人和社会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这次在新加坡的抓捕行动是免北电炸团伙被打击的重要里程碑,根据警方通报,他们在获得情报后,在合适的时机对团伙成员进行了有效的行动。 据了解,这位被抓获的团伙成员是该团伙的核心成员之一,掌握着非常重要的信息和技术资料,他的抓捕无疑对追缴资金,破解团伙运作模式以及拓展网络安全防范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此次抓捕的成功还得易于缅甸与新加坡两国警方的紧密合作。 两国警方加强情报交流,信息共享,形成了协同作战的合力,这不仅是打击犯罪的例证,更是地区安全合作的典范,免北电炸团伙的抓获,必将在东南亚地区的打击犯罪合作中发挥示范效应,引领更多国家的警方加强合作,合力应对跨国犯罪的威胁。 这次抓捕对免北电炸团伙以及其他电信诈骗团伙的打击意义重大,一方面,他体现了国际社会对网络犯罪的高度重视,将进一步加强国际社会合作打击跨国电信诈骗,另一方面,抓捕行动的成功表明。 虽然电信诈骗技术高超,但犯罪分子难以逃脱罚网,这必将对那些打算参与电信诈骗活动的人起到警示作用,让他们看到犯罪不会得逞的结果,被捕嫌疑人涉嫌进行诈骗活动。 他们通常以冒充政府工作人员、公检法机关和银行工作人员等角色,通过电话、短信或社交媒体等渠道与受害人联系,并使用虚假的理由诱骗受害人透露个人敏感信息和银行账户信息。 随后,他们利用这些信息获取受害人的资金以非法牟利,被捕嫌疑人也涉嫌盗窃个人身份信息。 他们通过各种途径获取受害人的个人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证号码、银行卡账号和密码等,这些信息之后被用于从受害人账户中盗取资金或者进行其他非法活动,从而实施诈骗行为,被捕嫌疑人还涉嫌洗钱活动。 他们通过各种手段掩盖非法来源的资金,使其在经济运作中变得合法。 他们常常利用虚假公司,假借助银行账户和金融机构等方式将非法获得的资金洗白并转移赃款,这样一来可以减少被抓捕的风险并将非法所得合法化。 随着打击行动的不断加大,缅北电诈集团的犯罪活动正受到有效遏制,警方通过技术手段和情报收集,对集团成员展开的一系列抓捕行动,成功将一大批犯罪分子绳之于法。 这些抓捕行动为当地的治安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同时也减少了无辜民众受骗的风险。 缅北电诈集团长期以来一直是缅甸地区的一大犯罪团伙,他们以电话诈骗等手段向国内外进行非法募捐和诈骗活动。 然而,近日有好消息传来,缅北电诈集团的头目魏家成员已经被成功逮捕。 这是对该集团打击力度的重大胜利,缅北电诈集团的结束标志在于逮捕魏家成员,这个家族成员是远近闻名的犯罪头目,他对集团的运作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为一家成员的逮捕,不仅能够削弱集团的组织结构,还能够揭开集团的内幕,为后续的打击行动提供更多的线索和证据。 这对于维护社会安宁和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 缅北电诈集团长期以来一直是一支相当隐匿而又危险的犯罪势力,他们利用电话诈骗等手段来实施犯罪活动。 以非法的方式谋取高额利润,这种犯罪手段不仅对受害者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还对社会的安定与和谐造成了损害,经过长时间的侦查和调查。 有关部门终于锁定了魏佳成员的身份,并成功在日前将其逮捕,这是对缅北电诈集团的打击力度的重大胜利。 也是责罚那些蓄意犯罪的个人的有力证明,逮捕魏佳成员不仅是对该集团活动的结束标志,也是对缅北电诈集团犯罪行为的有力打击。 逮捕魏佳成员的成功还显示了有关部门对犯罪行为的零容忍态度。 缅北电诈集团的诈骗活动长期以来困扰着社会的安宁,给无辜的受害者造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 而逮捕魏佳成员则充分体现了政府对犯罪行为的坚决打击,显示了法治的力量。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缅北电诈集团的终结不能仅仅依赖于对魏佳成员的逮捕,该集团的成员众多,他们分布广泛, 而且他们往往以各种伪装身份活动隐匿性强, 为了彻底终结这个犯罪团伙,有关部门需要进一步加大力度,加强侦查和打击行动, 缉拿所有相关成员。 瓦解其犯罪网络,魏佳成员在新加坡落网的消息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热议, 许多读者对此表示震惊和愤慨,纷纷希望正义能得到公正的审判,追究魏佳成员的罪行。 然而,也有一部分读者对缅北电诈的落幕表示乐观和满意, 他们认为,这标志着打击电信诈骗犯罪的战役,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给那些嚣张跋扈的罪犯敲了一记警钟。 他们期待相关部门能加大力度,持续巩固这个胜利, 给人民营造更加安全有序的社会环境。 不少读者同时意识到, 借此事件也反映出社会各界在提高防片意识和保护个人信息等方面, 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他们呼吁政府加大宣传力度,加强防片教育, 提醒人们警惕陷阱,增强自身防范意识, 只有全社会共同努力,才能彻底杜绝电信诈骗, 让社会更加和谐与安全。 分布在缅甸北方山区的有三大势力, 分别是反华倾向的克钦邦, 盘踞西部山脉的若开邦和钦邦, 以及东部山脉的三个势力。 从北到南,分别是地盘最大的善邦, 中间的瓦邦和人口最多的克伦邦, 克伦邦人口众多, 但实力不强,只有五万左右的兵力, 而瓦邦则被善邦的土地横向切割, 南北两部分互不相连。 瓦邦借鉴了中国的组织能力和兵源制度, 虽然地盘和人口不如其他邦, 但可以调动十万兵力, 而国杆虽然被列为六大势力之一, 但地盘最大,兵力最强的却是善邦, 然而善邦内部四分五裂, 兵力只有三千杠五千人, 而弹丸之地的国杆曾经拥有高达八千兵力, 可以说国杆的存在支撑了善邦的声誉, 而国杆倒下后, 善邦就失去了主要的支柱。 原来你可能不知道, 国杆和瓦邦这两个地方都曾经是中国的一部分, 他们讲的是汉语, 写的是汉字。 都有小中国的美誉, 瓦邦是汉族的一个分支, 现在在云南还有他们的同族居住, 与中国的联系非常紧密, 至于国杆, 他是由明清时期跟随南明王室逃到缅甸的中国移民建立的, 几百年来一直由杨姓吐司统治, 坚持认同中原王朝, 这种情况维持了两百年, 直到十九世纪中叶, 英国发动英勉战争, 灭亡了缅甸, 英国为了扩大缅甸殖民地的势力范围, 企图让清政府将国杆和瓦邦割让给他们, 然而, 国杆的土地面积与台湾相当, 清政府自然不能轻易放弃, 最终, 清政府决定将国杆割让给英国, 但与缅族没有太多渊源的国杆, 因此一直想要独立, 另一方面, 瓦邦则是抗战时期, 英国强行占据的, 而蒋介石为了国内稳定, 选择了忍让, 蒋介石的遗憾在于, 缅甸在1948年就建立了国家, 而中国在1949年才解放了大西南, 等我们建立国家时, 瓦邦已经成为了其他国家的领土, 如果我们晚一年建国, 结局可能会大不相同, 新中国成立后, 为了避免引起邻国的忌惮, 我们不得不承认现有的事实, 并与缅甸签订了边境划分条约, 将瓦邦划出去, 后来的事情我们已经在前面提到过, 瓦邦在与缅甸军政府斗争了14年后, 无法继续下去, 国杆, 可亲, 瓦邦与缅甸军政府进行了半个世纪的斗争, 而中央军却无法对付他们, 直到2009年, 缅甸政府军用尽全力, 越过东南北三胆的地盘, 采取了一种越国以比远的方法, 强行拿下了与自己不相邻的果敢, 对此, 你怎么看? 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探讨, 这里是妙文史, 订阅我, 和你分享不一样的历史故事。 再来, 感谢观看